这个男人当牛坐马16年 老婆竟出轨 离婚后先将神豪系统走上了人生巅峰 上集说道 李昭花15亿拍下一副赝品 你的画是赝品 哈哈哈哈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拍卖会怎么会有赝品 此时的李昭沉浸在自己拿下名通万马图的喜悦中 只以为我是在气急败坏 小铁 你是怎么觉得这幅画是赝品呢 汉老也在那闹 我为什么觉得是假的 是的 要是在以前 我肯定不知道 但现在我通过系统能力早就预知到了 汉老 你们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找董航大来瞧一瞧 鉴定一下 说完我看向李昭 李昭咱们打个赌 如果是假的 这幅画归我 如果是真的 我当场给你十个亿 现在我的身上只有两个亿了 如果系统预知到的是假的 那么我将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可是我还是选择相信了系统 好啊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赢我 范明看我眼神坚定不已 便让范龙拿着电话打了一通电话 没过多久 一位老者便来到了会场 范总 您叫我来有什么事情 此人正是在古玩界 数一数二的资深古玩鉴定专家证明 别看穿着普通 过他眼的宝贝数都数不清 从未看走眼 身价也是猜不透 没等范总说话 李昭便说 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朋友 说这浮明通万马图是假的 哈哈哈哈 郑老您帮忙鉴定一下 这幅画是真是假 范总 自从第一期以来到现在 拍卖会都没有出现过赝品 因为宝贝上场前 都会有专业的鉴定人员来鉴定 确定为真后才会上场进行拍卖 我想应该不用鉴定吧 此刻范明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郑老你不妨鉴定一下 以你的鉴定实力 也不会浪费多少时间 郑老听到后也不好推脱了 好吧 我帮你看看 郑老走过去定睛看了几眼 随后便瞪大眼睛 范 范 范总 这幅明通万马图 确实是艳品 听到这幅画是艳品几次 你着急了 什么 你再说假话吧 你们串同起来套路我呢 小伙子 我敢为我说的话负责任 如果我说假话 我甘愿永退骨完全 从此不再出现 同时把我这些年 在古玩戒赚的所有钱都给你 听到郑老说这句话 他就知道确实是个假的了 因为郑老一般不说这种话 李昭 话给我吧 愿赌服输 你不会来账吧 李昭此时一改之前的嚣张气息 愤怒不已 我李昭愿赌服输 话给你 我们走 李昭随即把话丢了过来 便走出了拍卖场 小伙子 既然知道这幅画是假的 为何你还有这幅画呢 郑老疑惑不已 郑老 你有所不知 这幅画有大奥秘 郑老听到后 便大笑起来 古玩圈的东西 还有我不知道的 郑老 这幅画是一幅画中画 什么 画中画 随即我便撕掉画圈第一层 露出了第二层 看到里面的真迹后 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是老夫眼镯 佩服佩服 敢问阁下哪里高就 郑老 我不是你们古玩界的 我只是个无名小族 不存在在哪里高就 听到我不是古玩界的 郑老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对了 我这有个玉佩 请郑老帮我看一下值多少钱 我说完便掏出刚才拍下的玉佩 郑老拿到手中仔细看一下 这玉佩没什么价值 最多值个五千万 郑老 你再仔细看看 他们鉴定人员看不出来 你还看不出来吗 然而原本一脸平淡的郑老 突然两眼凸起 表情凝重 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这玉佩包将骨臼 功义惊人 要仔细看才可以看得到 隐藏在下方的龙形台虚影 不仔细看完全看不出来 万万没想到 宋太宗失传了这么久的贴身玉佩 居然出现在这里 小伙子 你有没有兴趣出手 我出八个亿 说到八个亿 范龙惊呆了 八个亿 这个玉佩是两个亿拍的 短短几个小时就带我赚了六个亿 算了吧 郑老 我留一下 等两天再出手 小伙子 你果然不一般 我出十个亿 郑老留了一手 他没想到的是我知道这东西的低价 好的成交 郑老随即写了一张词 换走了我手中的玉佩 此时的范龙对我佩服不已 第二天 我来到范龙的办公室 赵哥 这位是我表叔 他因为炒股投入太多的资金 导致他的公司资金面断链 想托我找你帮忙 说到炒股 我瞬间通过系统得知 现在有一只不起眼的股 这几天可以涨堆 没问题 买超越能源 听到超越能源 范龙表叔犹豫了一下 真能靠谱吗 这只股是一直下跌状态啊 放心吧 听我的 直接带你起飞 他犹豫片刻 好吧 我听你的 他刚看到我带范龙赚了八倍 此刻他非常相信我 现在一只股多少米 目前现在的价格是25元一股 就现在 全部买入 索哈 卧槽 听到索哈二字 两人瞬间惊呆